哈喽大家好我是BO 今天一支影片呢 也要跟大家分享韓國開架彩妝的新品 我真的覺得韓國彩妝推出的速度呢 非常的快 我都有一種來不及試用的感覺 所以當我試用完一批之後呢 我想說趕快拍影片來跟你們分享 好那假如說對韓國開架彩妝感興趣的話呢 我們就繼續看下去吧 一開始呢就先來從我之前有跟你們推薦過的 SELIMAX他們家的清潔棉片 我之前呢跟你們推薦的呢 是這個淨膚棉片 我已經用完一罐 然後這個呢也剩下三分之一左右了 那其實他們家的棉片呢有分為三款 今天就會好好的跟大家介紹 然後呢這次也有跟他們推出一個獨家的團購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參考一下 那一開始呢 我們就先來從在Coupon上面的熱賣第一的這一款 去角質橡皮擦棉片開始跟大家分享 這一款它裡面有添加BHA的水洋酸 還有魚腥草的成分 它可以溫和帶線你的角質 清潔你的毛孔 然後讓你的毛孔變得更加健康 甚至你要當作是一個二次清潔的話呢 也可以棉片的部分有分為兩面 一面是硬花面 另外一面呢是紗布面 紗布呢它是有點像是醫療紗布的感覺 所以摸起來會比較粗一點 這款我喜歡把它當作保養的第一個步驟 不管是白天還是晚上呢都可以 那我會先使用硬花面呢 輕輕擦拭我的全臉 這一款呢擦拭完之後 會瞬間讓你的臉有種拋光 然後變透亮的感覺 而且因為它整體啊是非常清爽保濕的 所以上在臉上啊是完全不綿膩的 那擦完一遍之後呢 我會再翻過來使用紗布面呢 擦在一些我們角質容易堆積的地方 像是鼻翼旁邊或是下巴的部分 那脖子的部分呢 我們也可以帶到一點 甚至是手肘啊都行 在使用這面的時候呢 提醒大家一定要非常的輕柔 太大了你可能就會覺得有點摩擦感 這罐除了我剛剛說的擦完之後 臉有種拋光的感覺以外呢 你在妝前使用 你也會有種肌膚被整理過 然後變得很平滑很光亮的感覺 所以你後續上粉底的時候 你會覺得它特別的服貼 又加上它的質地是很清爽的 所以是不挑膚質的 這款呢推薦給你想要找一個單純擦拭的棉片 又或者說你想要找一個清爽保濕不黏膩的棉片的話呢 這一罐呢也會很適合你 第二罐呢是我的萬用棉片 就是這款淨膚棉片 這款淨膚棉片 不管是你要擦拭啊 或是做濕膚都可以 這款呢它裡面有添加 PHA BHA跟LHA的複合物 平滑你的肌膚紋理 調節你的皮質 另外呢它也有添加 就是雞血草跟魚腥草的萃取物 所以呢它是可以有效舒緩你的痘痘 然後呢鎮定你的肌膚 它一樣是有涼面 一面呢是硬花面 然後另外一面呢是平花面 這罐呢我習慣在洗完澡之後呢 直接濕敷兩片在我的臉頰上面 因為我自己的步驟呢 會是吹完頭髮之後再擦保養品 因為我沒有辦法接受 就是毛巾一直包在頭上 我會覺得頭很痛 那當我在吹頭髮的時候 尤其是在冬天 臉就會超級乾 那當我濕敷棉片在臉上的時候呢 欸就不會有那種乾燥的感覺 所以這罐呢我喜歡邊吹頭髮 然後邊濕敷這樣 濕敷完之後呢我會翻過來使用 硬花面呢輕輕的擦拭肌膚 那你後續保養品呢也可以更好吸收 這罐呢我自己是覺得非常的萬用必備 覺得也是他們家入店必買的一個品項 那假如說你沒有用過他們家棉片的話呢 我也推薦你從這一罐開始入門 最後一罐呢是我近期的新歡 就是感散暗沉透亮棉片 這款呢是今天介紹的三款裡面呢 我覺得濕敷來說服貼度最好 因為它裡面精華液呢也是最多 然後棉片整體呢也是最濕潤 這款也是早晚都可以做使用 那我自己通常濕敷的話呢 就會直接二選一這樣子 那我先來介紹一下這一款 它裡面添加了三重黑色素的護理成分 所以當你在濕敷的時候呢 它可以有效的就是改善臉部的暗沉 然後臉部更加的明亮 這款它的造型呢是做了像碗豆狀的 那它的棉片呢都是同一個材質 整體會比較厚一點 非常的柔滑輕膚 它是可以拉伸 通常我會把它拉的長一點 從鼻翼旁邊呢貼到我臉頰的部分 它可以把我顴骨的這個部分呢 貼的非常非常的服貼 然後你也可以連額頭啊下巴這邊 因為下巴最容易暗沉嘛 你都可以濕敷起來 這款的質地我覺得是三款裡面最保濕的 而且它會帶一點滋潤度 敷完之後你真的會覺得你的臉呢 好保濕好潤 然後很明亮很透亮 整個臉呢都在發光的感覺 所以我超喜歡在妝前濕敷的 濕敷完之後 臉上馬上就有那種提亮感亮白感 白天最愛的組合呢就是它們 然後晚上呢就是它 接下來呢我濕敷完棉片 就會使用他們家的這個 諾莉果精華 諾莉果精華呢也是在Olivian呢 榮獲了很多次冠軍的精華 它真的是超好用的 第一代呢我已經使用空瓶了 第二代我覺得它更好用 使用感受度更棒 首先外包裝的地方呢 它有升級 之前是滴管式 然後現在它是採用鴨頭式 它另外添加了B5跟膠原蛋白 所以當我在使用的時候 我覺得它整體的質地 有在變更濃稠一點 但是它一樣是非常好吸收的 你會覺得你的整臉的光澤感提高了 然後彈韌度也提高了 臉上完全不會有那種悶厚的感覺 諾莉果這個成分啊 長期使用真的是還蠻有感的 你會覺得你的肌膚的 彈韌度拖亮度都有提升 這罐精華呢 我自己是真的還蠻喜歡的 我很喜歡它那個 肌膚使用完的那種彈韌感 這個呢也是不挑膚質推薦給你們 這次的團購呢會比雙十一還便宜 會是直接下殺三八折 贈品的部分呢會有這四樣 然後這兩個呢是攜帶型的清潔棉片 然後這個是小罐的諾莉果精華 假如說當你的這個清潔棉片 旅遊用完的話呢 它有送這個攜帶盒 就是你可以把家裡的棉片分裝到這個裡面 你帶出國就會超方便的 因為我每次啊這樣子一罐一罐帶出國 永遠都會那個精華液露出來 所以呢有這個呢 我真的是覺得一個超實用的贈品 那我們這次團購組合的 美白棉片都是大包裝是80片的 所以價格真的是超便宜的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下方的資訊欄 接下來我們進入到彩妝品的部分 第一個我們來看一下 Wikmate的這款粉底膏 這款一上市之後呢 討論度就很高 我一直刷到它的REALS 外包裝的一樣是做像這樣子 不規則的形狀我覺得還蠻好看的 那你買這個粉底膏呢 它會附贈一個這個專屬的刷子 我覺得這款粉底膏 我正正的試用下 我覺得它還蠻好用的 而且呢它裡面還有附個氣墊粉撲 是不是很超值 它這款粉底膏呢 你完全不需要軟化它 你是可以直接用這款刷子呢 去沾取的 這個刷子它整體的刷毛 是這種比較密實的刷毛 所以它可以把粉底鋪得很紮實 我自己呢會先使用這個刷子呢 把整臉都鋪過一遍之後呢 再搭配氣墊粉撲輕輕的把它拍開 你會發現它超級好拍的 一開始上上去會覺得粉膏有種厚感 但拍開了之後厚感就會消失了 上完半邊臉之後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遮瑕度的部分 我覺得是比較偏向中等的遮瑕 整體的妝感是很自然的 修飾毛孔的效果也很好 它會帶有一點潤潤的光澤感 並不是那種很水光的感覺 它整體呢是比較偏向 奶油光那樣子的妝效 它讓我很意外的一點是 它的抗暗沉度跟持妝度還蠻不錯的 就是我真的戴妝下來會發現 欸雖然說它的油光會比較明顯 但是它沒有什麼暗沉 然後整體妝效維持都還蠻好的 所以這款粉整體感受度不錯 下一個是Kalgrim他們家的 腮紅膏跟腮紅粉的組合 這個set的理念呢我覺得很棒 就是你可以先用膏打底 然後再用粉定妝 它就不會像一般市面上面的腮紅膏 就是你很容易會脫妝啊 或是壓上蜜粉就斑駁 不會跟大家說這個我試過了 它在臉上的效果很棒 像是我今天腮紅也是用他們家的 真的很好看 那我先給你們看一下它的質地 一個組合呢 它就是會有兩個顏色 然後都是同色系的 腮紅膏它整體是帶有一點點的油潤度的 色彩飽和度是比較中等的 然後腮紅粉呢 我覺得它粉質還蠻細緻的 顏色度還不錯 這款腮紅膏是需要用手部的溫度 去軟化開來之後呢 再上臉 上完之後我會搭配氣墊粉布 把它給拍開 拍開來之後你會發現 它其實不太會破壞底妝 也不會把你的遮瑕給帶走 整體的飽和度還蠻剛好 上起來呢 就是清透自然那樣子的妝效 後續呢 我使用粉色的腮紅呢 先上在面中 幫面中定個妝之後呢 再搭配這個蜜桃色 上在顴骨呢 當作是一個主題色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樣子的腮紅搭配 真的非常的粉嫩可愛 那這一塊呢 我也不需要再用其他蜜粉來去做定妝 妝效呢 是很漂亮很貼的 它最棒的優點就是 它不會像很多腮紅膏一樣 一碰到粉就結塊 所以這一點呢 我自己是超級喜歡的 就這個呢 很推薦大家可以試試看 那一個是艾咪咪他們家推出了一個 新顏色的修容筆 之前這款我就跟你們推薦過 我自己還蠻喜歡的 那後來這次推出了新顏色呢 我覺得它整體的修飾效果呢 會再更好一點 一號色是偏暖色調 二號色是偏灰色調 他們家這款質地非常的好推開 非常好延展 所以當你上在臉上的時候 輕輕拍開 它是不會有界線感的 它超級好駕馭的 像這種筆狀呢 你就可以很輕鬆的描繪臉上的邊緣 像是在顴骨啊 下額線 甚至是你山根鼻頭額頭 都可以做修飾 那你後面呢 可以搭配刷具或是粉撲 這樣子輕輕推開來 推開以後你們看 有多自然 這款我很推薦新手來去做使用 他們家這個修容的部分呢 我超愛 那後面這個珠光的部分 我就覺得比較還好一點 出攜帶你也很方便 因為它就是做這樣子的筆狀嘛 這個呢就是推薦你們 下一個呢 我們來到WakeMade的 這個多功能色彩盤 它推出了三個顏色 然後我手邊有兩個 一個是比較偏暖色調 然後一個是比較偏向 玫瑰粉色調的 那這一盤它裡面呢 其實是有三種不一樣的質地 它主打說你用這一盤 可以完全整臉的妝容 左邊的這兩個呢 它是比較偏向 馬鈴薯泥的質地 那中間這兩個呢 就是眼影粉亮片色的部分 最旁邊的這兩個呢 它就是比較偏向膏狀 這款我試用下來 我覺得它這邊比較偏泥狀的質地啊 像在眼皮上面的飽和度 是偏清淡的 然後我覺得它有一個 我比較不喜歡的點 就是它很容易會積線 就是積在雙眼皮折的部分 所以有時候呢 就是可能上眉多久 你看像現在又在積線 我就覺得它這個質地有點煩人 但是呢 像它中間的這個珠光色啊 我覺得它上在眼皮上面 效果就很棒 不管是大亮片色還是珠光色 提亮臥殘啊 或是提亮上眼皮的效果呢 我覺得都很不錯 那另外這邊的腮紅膏質地呢 我覺得也還蠻好用的 就整體的質地呢 是很柔軟的 然後呢 上在臉上顯色度也還蠻夠 也不太容易會帶走你的底妝 所以這一整盤啊 我覺得這邊四個是還蠻好用的 假如說你問我說 這一盤值得買嗎 我會覺得還好 比較偏向可有可無的產品 除非你真的是很喜歡像這樣子 很多顏色很多功能的質地 不然的話 我覺得它真的是 可以Pass的一個產品 接下來是MOOD他們家的染眉膏 我本身呢 就是MOOD他們家的腦粉 所以他們家的東西 只要推出來呢 我就會特別的關注 這次的這個染眉膏呢 一共推出了六個顏色 那我自己呢 就是拆了一支來用之後 我覺得它非常的好用 你們會發現 他們家染眉膏的色彩呢 都調的很有質感 很漂亮 那我今天自己試用呢 是一個比較偏向那種 紅棕色調的顏色 他們家的這個刷頭呢 做得非常小 然後我在用的時候 我會發現 它不太容易沾到我的皮膚 使用上也不太容易結塊 每次取出來的膏體呢 都是剛剛好的 所以它就可以很好地 把你眉毛的顏色呢 給覆蓋上去 這款呢 我用起來很喜歡 也很推薦 而且它是一個 不容易失手的染眉膏 下一個是他們家的睫毛膏 有一個濃密款 還有一個仙長款 他們家睫毛膏也是超好用的 我就各上在一支眼睛 給你們比較一下 仙長款的刷頭呢 它有做一個取度 濃密款的睫毛膏 我覺得它整體刷起來 是非常的輕盈的 不會有那種厚重的感覺出現 然後它刷起來 是很自然的濃密感 會有一種融融的感覺 那仙長款 這款他們家的纖維 我覺得附著度很好 你刷個幾次之後呢 睫毛呢 就是自然纖長的感覺 不太容易會有結塊 他們家睫毛膏呢 用在我的眼睛上面 是完全不暈染 然後持久度也很棒 就是推薦給你們 下一個要跟你們推薦一個 霧面唇膏的好幫手 就是FILLY ME他們家的這個 矽膠的唇刷 真的好好用哦 給你們驚看一下 它是做像這樣子的斜切面 所以它可以貼合你的唇部 然後整體超軟Q的 這個觸感我好喜歡哦 像這種矽膠產品 除了非常好清潔以外 我跟大家說 它可以把你的霧面唇彩 霧面唇又上的非常平均 它會有種把你的唇彩 壓進你的紋理裡面的感覺 就變得很不容易積線 然後上的更平均了 比刷具還要再平均 這個真的是太神奇 然後哇觸感真的是舒服至極 假如說你跟我一樣 常常上唇彩 有容易卡唇紋啊 或是你上任何 無明唇膏到上不平均的話 來你買一支這個 解決所有的煩惱 它就可以上出一個 很漂亮的這種花瓣唇 我跟大家說 我現在就要示範給你們看 我上一點點這個唇泥 在這邊 好這個顏色 哦這個也是 艾米米的新唇釉 然後就拿出這個 這樣子清點 原地點 你們看 多好用 是不是 跟大家講 這個真的是太厲害了 你們一定要買 它拍起來是這麼的柔霧 不會卡在我的唇紋裡面 我現在覺得很多的霧面唇彩 都變得很好用 真的好喜歡 冬天喜歡畫霧面唇針的朋友 來這個買起來 讚 接著我就來說一下 他們家柔霧唇膏 這次推出了兩個新色 然後是比較偏向 美拉德色系的 一個比較偏向玫瑰奶茶色 然後另外一個整體 會比較偏紅棕色調一點 他們家這款柔霧唇釉 使用起來 就是在嘴巴上面 是很輕薄的 也不太顯唇紋 然後整體的質地 是非常的 絲滑柔滑的 假如說你想要找霧面唇釉的話 我覺得這款你可以試試看 它的質地真的很棒 但是它會有一個 比較偏向奶油糖果的味道 它的味道比較濃一點點 除了這個味道比較重的問題外 我覺得它上在嘴巴上面 效果真的是很不錯 好以上就是這次的 韓國開架彩妝新品的開箱 那下一集我會再盡快的拍出來 因為東西都還在試用當中 最近真的是有種來不及試用的感覺 我試用完之後 馬上會再拍一支影片 跟你們分享 好那希望大家會喜歡這支影片 那假如說有任何問題的話 可以在下方留言問我 或是到IG找我也可以 SallyMates他們家的團購 來來來這邊38折真的是很便宜 大家可以試用起來 我自己真的是非常的喜歡 好那我們下次影片再見囉 掰掰